总裁 右盘找到了 是清洁工帮我找到的 太好了 总算是失而复得 我算是放心了 您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 我是不高兴 因为这个右盘 我损失了一名员工 不 是两名员工 两名 除了程华还有谁啊 是一个欺骗我的人 一个从我这儿把U盘偷走 又悄悄地送回来的人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呢 谁会干这么无聊的事啊 是啊 为什么 说吧 为什么拿走我的U盘 你说我啊 那 总裁 你开什么玩笑 我怎么可能看出这种事呢 你拿我的U盘 就是为了陷害成话是吧 不是我 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我 你不要冤枉我 我 我最后问你一次 是不是你偷了我的U盘 真的不是我 你可以不承认 但是我有证据证明是你 你还要继续往后看吗 你们先出去一下 是 是 我还有你把U盘 丢到沙发下面的画面 如果你想看的话 我继续放给你看 高昏 高昏我想问你 你为什么要陷害成话 因为你 什么 因为我喜欢你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 可是你从来都对我冷冰冰的 现在你居然喜欢像她这样的女人 我恨她 我恨她 你就是因为这个陷害她吗 对 她才第一天来上班 就上了你的车 我都跟你认识这么久了 你从来都没有让我上过你的车 我能不恨吗 我就是要把她赶出去 高昏 首先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欣赏 但是 这不能作为你陷害成话的理由 总裁 你甲公祭司陷害下属 还践踏了我对你的信任 你这样做 损失了公司多少资源和时间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错了 我下次不会了 对不起 没有下次了 我们公司不可能再信任你 你马上到人事处提出辞职 我之所以让你自己提出辞职 是还想给你留点脸面 你好自为之吧 总裁 总裁 对不起 对不起总裁 把辞职信搁着就可以出去了 我会让财务尽快把你的薪水 汇到你的账户去 从今天开始你跟宋氏一点瓜葛都没有了 卫豪总裁 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吧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我妈病了 真的很需要钱 我要是没有这份工作 闭嘴 你在陷害陈化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他也有家人哪 当初我要你好好对新人对下属 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懂得什么叫反省了 我会反省的 我真的知道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总裁 总裁 我求你 好 要留下也可以 但必须降值 你同意吗 如果不同意的话 就算了 我同意 谢谢总裁 我以后 不会再让你失望了 最好是 出去吧 宋先生 找陈化是吧 来 进来坐 这边坐 请问 请问 尽管问 他不在家 马上就回来了 宋总裁 我可以称呼你为宋先生吗 可以可以 你想称呼什么都可以 那好啊 阿杨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需不需要会煮饭 小孩要生几个 这这得看缘分 那个 陈化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他马上就回来了 你交过几个女朋友 有没有跟美发师交往过 啊 宋总 你可算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这儿 我找你点事 我们去外面说吧 就在这里说嘛 阿瑶 有什么秘密不能在这里说啊 怎么帅哥老喜欢成画 其实我长得也挺不错的 啊 帅哥这种生物 还真难琢磨 你说这整件事情 都是高科长文化的 是啊 陈化 既然一切都是误会 你还是过来上班吧 我知道 你很委屈 但这件事情 跟我也有关系 是我没把优盘放好 又太信任高红了 所以害得你被他冤枉遏着 我已经把高红酱汁盛出来了 所以你不用怕他会报复 尽管回来工作吧 可是总裁 我已经签了辞职书 而且我今天去面试 也挺顺利的 你给我辞职书了吗 我没收到啊 你的表情 说明你已经答应了 你专门跑来接我回去 我要是再不领情的话 就有点不近人情了 我答应你 跟你回宋室 好好努力 你知道吗 我今天来 是下定决心 要把你请回去的 还好你答应了 要是再和你那个 美花院的朋友多见几次的话 我可真招架不住了 哈哈哈哈 爸妈 脾肩怎么样 怎么回来得这么突然 你先别管我检查得怎么样 我听说安市正面临一个大的危机 所以我着急地赶回来了 那些古都们都非常生气 所以必须在召开古都会议之前 把这一切都处理妥当 什么事情 到底怎么回事 还是回去再说吧 安琪 看看谁回来了 爷爷 奶奶 欢迎你们回来 乖 奶奶 我的礼物呢 你呀 就知道想着你的礼物 看 芭比娃娃 喜欢吗 喜欢 谢谢奶奶 你看安琪高兴 安琪啊 光琪奶奶不信爷爷爷 爷爷会吃醋的 也谢谢爷爷 不过爷爷 你不要吃醋啊 这小鬼东西 有她在啊 我再大的气也都没了 爸 怎么了 您的心情不好啊 没事没事 跟奶奶回屋去玩芭比娃娃 走走走 爸 你刚下飞机 不如你上楼先休息一下吧 对了 娜娜和少君怎么没过来啊 他们在公司 已经告诉他们了 他们正赶回来 范玉 最近公司里 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啊 公司运作还算正常 就是在海外有一家公司 正在大量收购安市的股权 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奇怪 知道 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是谁吗 爸 爸 怎么回来了都不说一声啊 吓得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呢 你说得没错 的确是有事发生了 不然我跟你妈就不会这么着急赶回来 我在国外听说 有人在大量地收购我们公司的股份 这个人他叫梁旭 对 我调查过 就是这个梁旭 少君啊 你还记得这个梁旭吗 就是害我们梅根宋氏集团签约成功的那个人 你知道他在大量地收购我们公司的股权吗 这事我之前不知道 后来大早调查到了 他告诉我们 那你有没有什么对策 我是这么想的 您掌握了公司的大部分股权 就算是他们收购了公司的其余的股份 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所以 所以 你就当没事发生 继续鼓膝养间 是吗 爸 您这话说的 爸 少君那边事先也做了谨慎的评估 您怎么能这样责怪他呢 你什么都不知道 少君啊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在公司一手折天 其实这件事情 我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 那个姓梁的 是你过去的旧部署 而且我们公司最近接到很多的订单 都跟这个姓梁的有关 虽然业绩是少君 可钱 全进了他的口袋 这不得不让我 认为我们公司有人在搞鬼 而这个内鬼他不是别人 他就是 你 你 你怎么可以怀疑少君呢 他对我们安家可是忠心耿耿啊 他对公司的付出和努力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就算那个梁旭 是他以前的旧部署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你怎么能一口咬定 他跟梁旭有勾结呢 爸 就算是在法庭上要定一个人的罪 也得有证据 何况我是无辜的 我绝对不能容忍别人的栽赃 污蔑 你以为我没有证据吗 我这次回来 就是要保护好证据 以防你把证据销毁了 我决定明天去公司 撤销你总经理的职务 爸 我现在当上这个总经理 是您一手提拔的 也是经过了您几番考虑 才升上去的 您现在说要撤我就撤我 那等于是您自己打自己的脸 我为公司辛辛苦苦打江山 换来的却是您的质疑 您不觉得这样对我不公平吗 是啊 爸 我跟少君已经结婚了 我知道您对他有成见 那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哪 您能不能给少君留点面子啊 不要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吗 娜娜 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少君 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还这样的替他辩护 你会付出代价的 我已经嫁给他了 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我这辈子就跟定他了 你要是真的心疼我这个女儿的话 你就听我的 不要再对他有偏见了 要不然我就跟他站在一边 跟你们作对 你 娜娜 你这是什么话呀 我跟你爸 养了你这么多年 你现在居然为了一个男人 来顶撞你的爸爸妈妈 我也不想这样啊 是你们逼着我 非得在少君和安家之间 做个选择的 妈 他是我丈夫 你们能不能对他好一点吗 娜娜 我们对他还不够好吗 他现在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安大为给他的 可是他对我们安家怎么样啊 他做人的确是有问题啊 再说 当初爸爸就不看好你们的婚姻 要让你们离婚 可是你却拿出什么 肚子里怀着孩子来威胁我 现在孩子没了 你可以跟他离婚了吗 爸 你怎么能因为孩子没了 就让我跟他离婚呢 我们还年轻 孩子没了还可以再生啊 李娜 事到如今 你还要欺骗爸妈吗 你以前的性格不是这样的 自从你跟少君结婚以后 你的性格完全变了 连假怀孕 假流产的事情 你都能变得出来 这些事 肯定都是受了少君的影响 雅康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是真的 哥 你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了吗 你不要提约定 你跟我说实话 你哥哥说的 是不是真的 是 是 是真的 我是没有怀孕 我还假装流产 可话又说回来了 我为什么会编出这么大的谎言 还不是因为你们不相信少君 你们处处对他有成见 要不然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你这么不孝的东西 娜娜 这种事情你也敢欺骗我 你说 是不是少君让你这么做的 不是 你 你想要气死我呀 我打死你 不要跑了大伟 别打我老婆 我知道 你一直不肯接受我跟丽娜的感情 你打心眼里瞧不起我 但是你放心 我告诉你 迟早有一天我会证明我是对的 丽娜的选择是对的 我跟丽娜这辈子都不会分开 永远都不会分开 永远 丽娜我们走 你们去哪儿啊丽娜 丽娜你们去哪儿啊 少君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爸妈你们多保重吧 来 丽娜 丽娜 别人叫他 让他走 少君实在是太厉害了 他知道 如果丽娜做人质来要挟我 我就会就范 他 大伟 爸 大伟 爸 大伟 你没事吧 别生气了 你别急啊 先去休息一下吧 爸 千万要保重身体 公司还得靠您呢 你们放心 我不会这么倒下的 我 他还会移民 大伟 还不得了 别走 他 拯救